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每一大观众,来观众把小七的杰克,好久没看到小七的杰克了,经理昆虫前锋加魔术师 这道这种我觉得杰克还不错,有的打,上来抓昆虫的话不太好 抓昆虫那真是谁用谁知道,真没办法,口子一封对吧 那关键他套着这个救生圈的时候,你误刃他没辙,这里的话应该是要传送,我觉得传送的话抓魔术抓心理都可以 位置上来讲这边可以先去魔术师这边排一圈 前期打了两刀昆虫的仇嘛,我觉得也能接受 待会儿他的一个制胜点在于防守,我觉得这局的制胜点就在于防守能不能防下来 因为小七的误刃够准嘛,他的一个前期慢一点 如果他中七误刃准,然后比如说前锋来就有一把误刃双刀秒了,也能翻盘的 传了吧,魔术师能不能抓,能抓,但我觉得可能心理更好抓一点 传送过去,因为心理就在秒近旁边,旁边这边没有什么交互点 误刃稳稳的先来给他来一刀,好,来,漂亮 诶,就是误刃上面的拿捏,他的误刃 诶,这个作业呢不太好操,就误刃这个东西呢,大家可以借鉴,但是他的打法呢不一定适合你的性格 比如有些时候给他讲到,比如说,福哥的路头,好哥哥的杰克,不,好哥哥的约瑟福 这边前锋有没有撞,撞,漂亮 这样,这样的话又能扛两刀,打一刀 这一波撞下来,收益一波风啊 但前锋吃了这一刀有点亏,要不要选择追前锋 其实这个时候去抓前锋也不错的 误刃捏好了,追前锋也可以的 追了前锋以后他们救人比较困难嘛 一刀屋的漂亮 对吧,他这个,这个作业呢就 就跟什么一样呢,约瑟福啊,路头啊,之前给他讲操作业呢,那是数学题 对吧 物理课,数学课,你操了,反正都是一样的,你操下来你自己能用的 这个呢,这是美术课 他那幅画摆在你面前,你临摸,你不一定摸得下来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风格 打一刀的话,这个身位好像能救下来 因为没传送嘛,有传送的话这个人救不下来 救下来前锋还有大半颗球 这一波感觉打的稍微的早一点 但是,空中学者来救的话,你真的也没办法,误人双刀没有啊 没有误人双刀 呃,这里小七好像想打控场啊 他要去追这边的心理学家 呃,心理学家扛不住啊,扛不住 这个心理学家在这个位置的话 基本上就是见了面就得倒的,没办法的 没办法的,你看这这这这种这种东西就 超不了 然后呢,也有可能是什么呢,语文课写作文 你作文不可能一模一样抄了吧 这个作文一模一样抄那不变二傻子了吗 对吧老师,你们两个作文怎么写一样啊 所以可以,但是可以借鉴,诶,他的这个绘画风格,他的这个对吧 呃,描绘的手段啊,修辞手法可以学习一下 误人现在好了啊,传说现在好了啊,这一波的话 穷者这里只能魔术失去救 魔术失去救,前锋在脸上,这前锋你可是一个倒过地半状态的人 那边心理学要过半,感觉小鸡就把人赢了 因为这边过半了,过半了以后回来防守,你救嘛 我误人打一刀你直接救嘛,你救下来 对吧,我这边击倒了 挂飞,误人甩,好的 还没插到,二选一,一个震射,我去 没办法 这种打法,他前提就是建立在他的误人够准 他打法得凶,他得打得够凶悍 那确实打得够凶悍,这个杰克 我很难找到一个适合的词来描绘 就可能90%以上的人不太适用这个打法 前锋拉一波球去救人吧 我觉得这波拉球去救人还是可以的 我一身来撞,撞晕了,但是人救不了呀 这波撞晕,刚才直接往前拉球去救 不过球的距离也不太够 杰克这边隐身好像也要带走 差不多的,还是误人够准 一切建立在他的误人省准 没什么好说的 不需要太多的那个 叫什么来着 大局观的分析 就是准 策划眼中的杰克 策划的眼中杰克就是 他的误人甩出去自带导航 必中 这杰克,杰克都这么厉害了 对吧,还需要加强吗?不需要 真不需要,这个杰克真厉害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